好,上次我們接到Google日歷,那這邊再重新複習一下 就是說第一個,左邊這個區塊,就是你可以顯示說你什麼時間點 你有標記,有上課的話,你可以從這個時間點去標記上課 比如說你要,接下來是10號有,9號有分就點一下,那你就可以在,因為這邊可以看到9號 9號這裡,那你就可以在這邊標記說你的,我的上課日歷,然後去編輯,編輯完之後就可以了 那這裡呢是邀請,邀請是你跟誰有想要開會,或是你跟誰一起來上課,那你就可以邀請他 那他就會收到一封信,是否要參加,或是不要,或是不確定,這邊都可以顯示出來說 透過邀請來去做顯示,那視訊的部分也是一樣就是說,當你有邀請加入視訊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一到,他就可以啟動這個視訊會議,那別人要加入的時候 必須要通過,就是你們的允許他能夠加入,沒辦法說他直接就加入,他必須要通過你的允許,才可以加入進來 那另外我的日歷呢是,你有安排新增,比如說建立一個日歷,叫做123 那你可以建立日歷,那這邊就會有一個叫做123的日歷,這個是你自己的日歷 那這個日歷,你可以自己換顏色,那他是依照這個顏色,來做你的日歷的分配,比如說你這邊建一個叫做123,那你打312345,然後建立,那他就會是這個顏色 所以在這邊呢,就會有 就會有123的這個顏色 那你就可以對照,但是你不要說每個顏色都是同樣的顏色,你可以換一下,比如說工作給你換 比如說這個顏色的,那你除了這邊可以增加活動以外,你也可以點一下,你可以在這邊點一下,你選擇工作,那你可以打算工作 工作,工作的用意是說,當我今天完成這項工作,就把他打勾,那這邊就會顯示,你打勾這個工作 其他日歷呢,底下呢是屬於別人跟你共用的日歷,或者是你可以在這邊新增,瀏覽有趣日歷,點一下 那這裡有很多,比如說什麼其他國家的宗教 那一般他都內定就是台灣節慶,那我就沒在看,所以這部分我比較少在用 那如果說你有在看運動,你就可以看這個籃球,看你是要訂閱哪一個 比如說MBA,那他就會顯示出最近正在MBA,你可以訂閱他,比如說他有很多球隊 那你就可以訂閱說你想要看的哪一支球隊,那什麼時候比賽,你就可以在這邊看了 那更多日歷呢,是說像心歷,這個會比較少在用 比如說週數,週數你可以看一下就是週數,這個比較 如果說你有用到幾週幾週,就可以用得到,像這個比較常用到 如果說是有懷孕的一些婦女,他這邊就可以去住幾週,他到底現在是幾週,就可以從這個週數這裡去看 那通常我都只用台灣節慶就好,因為我就知道說目前有哪些節慶 那右邊來講的話就是工作表,工作表就是像這個,叫工作表 那你一次可以新增很多,那比較建議就是說你在新增工作表的時候,你可以用兩週 會比較長,因為你的格數就比較短,但是你用兩週去key,他就會比較長 比較長,要你了解嗎? 那底下,底下,比如說你有空忙碌,這個是,你可以輸入email,讓他知道說你是不是有空或是忙碌 那這邊還有一個研究所,就是在齒輪這邊點進來,還有一個研究室 你可以點進來,這裡是有一些他的小工具,看你要不要打開 比如說自動拒絕活動,或是深夜或是隱藏深夜或凌晨時段 可以檢視,下個會議,這個我覺得你們可以打開,因為這個蠻好用的 那有空或我都已經打開了,比如說要儲存 那這邊會出現下個會議,那下個會議通常是用在你自己的名字 比如說這邊點一下,你不能在當天或是已經過去的前幾天都不行 一定要在那後幾天來用,比如說星期五要上課了 你用在其他日曆沒有用,你一定用在你自己個人,比如說這邊有打呼呼 那你邊急活動,比如說 好,收拾下來,11點到11點,然後儲存 那我這邊,就會出現,你還剩下四天一小時,這樣了解嗎 所以到時候你到了禮拜四的時候,他就跟你講說,你又剩下一天幾小時 那他一次會只顯示一個會議,因為你下個會議 這個會議結束了,他才會顯示下個會議 所以這個我覺得很好用,而且你的手機會提醒說,你現在還有剩下多久 非常好用 那另外呢 這裡你也可以共用 在日曆裡面你可以共用 共用時日曆 你可以輸入對方的E-mail 這裡就可以讓他去管理,管理他的別人的決心 什麼都可以 那這個是什麼 也就是說你要公開時日曆的時候 你可以點一下公開時日曆 但是如果說你沒有打呼這個的話 別人看到就是盲路 這樣了解嗎 比如說我打開這個 那我這邊有活動,那他就是顯示出盲路 而不是顯示出這個 這樣了解 那為什麼要打開,就是說到時候我會把這個日曆 可以砍入在我們的部落格裡面 因為這邊會有一個叫做日曆設定 這裡會有一個叫做 一個放在一個城市碼 我們會把這個城市碼 砍在我們的部落格裡面 那你的部落格裡面就會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城市 一個日曆產生 這樣動為止嗎 那你就比如說你們有辦什麼活動 有辦什麼活動 有辦什麼課程 那你在你的部落格裡面 就可以看到那些活動 日期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用的一個部分 所以等一下你們就再練習看看 就是從 網友和研究室啊 或者是 那我在這邊跟你講說你要刪除的話 要怎麼刪除 你要再刪除的話 你就到日曆裡面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做 取消訂閱 就可以了 那要不要緊嗎 點一下 取消訂閱 它就不見了 這樣知道嗎 比如說123我要取消訂閱 裡面除了 你自己 還有你的生日 和你的工作表 沒辦法取消訂閱以外 其他都可以取消訂閱 它沒有什麼刪除件 應該是沒有什麼刪除件 應該是沒有什麼刪除件 它沒有刪除件 這樣了解嗎 你只能從 設定裡面 日曆 取消訂閱 按取消訂閱 然後 它就不見了 這樣了解嗎 那日曆的部分呢 你們再玩一下好不好 謝謝 謝謝